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早上一睡醒就發現 昨天被我們大家一起揭露的中國網紅Jack 頻道已經改名字了,大頭貼也換了 影片數量更從原本的523部變成了455部 也就是昨天他被曝光之後 隱藏或刪除了68部影片 他最新的那支影片到佔率1.3萬 按佔率只有1400多個 當然我們沒有立場去批判那些已經看過我們曝光的影片後 還持續相信這位中國網紅的 因為捐贈那些都是你們的個人自由 幫助那些曾經相信他而被欺騙的那些台灣人 今天我還看到有個前陸佩拍影片 現在他也是個台灣人 他也說出了一些事實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大堯的頻道 令我覺得最荒唐的就是我看了這支影片 這個youtuber就提到 這個中國網紅他在影片形象都是什麼孝子 但是他背地裡對他父親打小聲指手畫腳 讓他無法想像,怎麼跟螢幕上的你差距之大 不管他要用什麼態度對他父母都行 但是你孝子的形象就是個人設嘛 昨天有位網友留言告知 他同樣也是有參與中國網紅Jack媽媽的告別式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網友跟我說了些什麼 八九哥你好,我曾經也幫助過Jack這個大陸人 也有捐錢給他 因為我覺得他拍片很誠懇,媽媽生病很可憐 所以來台灣後,我都有陸續捐幾筆錢給他 但是他媽媽後來S了,在台北行天宮那有租個場地進行公祭 我後來決定親自到台北去看他一眼 畢竟我花了這麼多錢在他身上,想當面跟Jack說句鼓勵的話 還有上香祭拜他媽媽最後一面 我這裡都有錄下當天去祭拜的過程也有照片 不過我不是去玩的,我是真心想去拜一下的使者 所以影片只有開頭跟我離開的短短幾秒 照片也是隨便拍拍,留個紀念 我想講的重點是,當天去祭拜Jack媽媽的人非常多 大部分都是網友 我還算比較年輕的二三十歲而已 很多都是四到六十歲的叔叔阿姨 後來我白包原本只放了三百塊 因為我第一次去拜S的人 我也不知道該放多少,只知道要放單數 我到現場後,看到好多台灣好心的網友 白包都是放好幾千好幾萬 我真的傻眼,當下就偷偷到一樓沒有地方的人 把三百塊抽出來改成一千一 基本行情再放進去 然後拿到樓上給現場幫忙的熱心志工姐姐轉交給Jack 基本上這段跟大搖YouTube說的很類似 他也說在裡面都是厚厚一疊好幾萬 因為現場氣憤,大家都是捐很多錢 我不騙你,大家都包的很大一包 交給志工姐姐,還要簽名在本子上 我當時腦殘腦弱覺得自己包三百塊 會被旁邊的網友嘲笑跟鄙視 所以才改包一千一百塊拿上去 我現在想想覺得自己很傻,居然受他人影響 小小的二樓房間擠了十幾二十名以上的觀眾 大家都在排隊跟Jack握手聊天 好像粉絲見面會一樣 我原本以為Jack會哭得很難過 但他笑得很開心 跟每一位來關心他的朋友拍照、聊天 另外,旁邊還有一個小房間 在他媽媽葬禮房間的隔壁 小房間中有Jack的爸爸 在包黃色的紙花 應該是要稍來用的 Jack的爸爸真的就很難過 他一臉傷心的在包,也不跟人說話 那個場面我看了到現在印象很深刻 心情很沉重 之後我也沒跟Jack聊到天就先回家了 因為Jack跟每個粉絲都聊了好久 五到十分鐘起跳的那種 排隊友人到我可能都要一個多小時了 我就跟志工姐姐姐說 我先大聲回家,抱歉,不能跟Jack講點鼓勵的話 志工姐姐說好,我會幫你轉打給Jack 然後我就離開了 當時的我心裡還是相信Jack沒騙錢 晚上我有LINE他 對,我有他的LINE 因為Jack之前拍片就把自己的LINEID放在影片上我有家好友 半夜大概一兩點吧 有收到Jack的回訊,說謝謝來看他 我當時正準備睡覺 看到他的來訊就起床跟他對話 然後我有回覆他一些問題 基本就是關心他人好不好 有沒有需要額外的幫忙 他都不讀不回 我當時心想,Jack大概是 晚上一次性回應了LINE上面的網友問題的那種模式 他可能還在忙著回覆其他網友 就沒有讀我的留言了 我也沒怪他,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種被占便宜的感覺 講白一點就是被騙的感覺啦 我是不是被騙了呢?問號 因為之前在YT看過其他網友留言說 Jack在騙錢 當下的我還是選擇相信了Jack 就無視那些在討論區底下罵他的網友 我以為他們是來搗亂的 我試探性的向Jack發了一條訊息說要捐錢給他 內容大概是 Jack你好 我知道你在忙著回覆其他網友 可能看不到我的留言 我知道你媽媽X號非常難過 雖然我每個月只有三萬多塊的薪水 但我還是想捐點錢幫助你們改善你們家的生活條件 因為今天我看到你爸傷心很難過的模樣 我也非常難過 希望你可以用這些錢帶他吃點好的 請你傳銀行帳戶 我賺點錢給你 不多 我只能支援你幾千塊台幣而已 抱歉 然後不到一分鐘 Jack什麼話也沒說 直接傳給我他的銀行帳號 然而不到一分鐘 Jack什麼話都沒說 直接傳給我他銀行帳號密碼 直接傳給我他銀行帳號密碼 跟他的名字 當下我就覺得超級生氣 覺得自己上當受騙了 因為正常情況之下 你看到網友跟你說這段 你起碼會回個謝謝你 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 哪有人是回覆 直接丟銀行訊息給你 這不是擺明的只要錢 我不想花時間跟你聊天嗎 我講話百分之百負責 LINE截圖我都有保證 Jack就是個爛的 就是這麼現實 他回我的就只有銀行帳號 沒了 最後我當然就不捐錢給他 我又不是白癡 這種人就是要錢而已 我後來覺醒了 我就不再支持他了 我們假設真的有很多網友在跟你聊天 對吧 關心你 但是你唯獨看到他說要捐錢給你的時候 你就秒回他 而且你秒回是不回覆他前面的訊息 你是直接把銀行連結帳戶都丟給他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的心理狀態 我從小到大在台灣我活了28年 我從來沒看過在我身邊認識的人 好吧我們再來說一下 你來台灣是90天的醫療簽證 但是你卻大肆的賣產 利用人家的同情心 然後去所謂的贈語給你 對吧我們查了一下這個群眾募資 還有這個私下募款 你有可能是屬於捐贈型的 但是呢 你很會玩法律 你規避了這一點 對在法律上你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你沒有公開說 對我就是來幫我媽募款醫療費的 對吧 你沒有公開講這句話 所以你沒有公開講這一句話 代表你不是募款 這就是台灣目前的法律 但是你做了這個行為 跟這個募款的這個捐贈型有區別嗎 對 但是你就是沒有講出那一句 所以你規避了這個法條 這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今天也來搞這個 我爸爸我媽媽我弟弟我妹妹我姐姐 我家人貓怎麼樣都S啦 我好可憐 你們大家千萬不要給我捐錢 千萬不要再給我捐錢了 我銀行帳戶連結在下面 千萬不要再捐錢了 這個YouTube抖內給我了 然後趕快開這個直播 這個抖內都不關掉 不要再抖內給我了 謝謝你謝謝你 但是你們千萬不要再抖內給我了 這個我只要不要承認 我不要說出了我在募款 都是合理合法的正與行為 所以這個台灣法律要不要改呢 不改的話我們大家以後都玩這一招就好了 對吧 所以啊 你在法律上沒有問題 但是你道德上這樣是對的嗎 你們自己去看爆料他YouTube拍片 你他那個態度跟行為是對的嗎 作為一個網紅或是一個明星或是一個所謂的公眾人物 如果可以這樣你怎麼不回中國自己去搞這一招呢 為什麼因為台灣人太善良了嘛 台灣人不覺得你會把這個事情包裝成這樣子 然後你私下對你爸是這種態度 你私底下把我捐贈給你是因為我希望你可以負擔你媽的醫療費 而不是你把這些錢再拿去日本玩 OK 中共最近這幾天才開放 所有中國人可以團體 前去日本去韓國去歐美 當然今天撇除掉了加拿大 所以你這個簽證到底是什麼時候去日本大使館 或是旅行社代辦去申請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五年簽證的入境資格是年收入五十萬人民幣以上 年收入五十萬人民幣換算台幣就是年收入兩百一十五萬台幣 那也就是你每個月在中國起碼收入要高達將近十八萬台幣以上 你才有條件去日本日本簽證官才會給你這個簽證 所以月薪十八萬的人在中國很窮沒有錢 然後要台灣人募款 所以募款給你的人捐款給你的人都是高於十八萬的人 十八萬以下的人都是乞丐 你看一下裡面多少月薪三萬兩萬四萬捐錢給你 結果你是 這道德上就是不對嘛很醜嘛 你當初拍片就是用大家的同情用大家的道德觀去同情你 那現在反過來大家用道德去檢視你也是很正常的嘛 畢竟你一開始就是打著道德情緒勒索 所以現在大家去反過來檢視你也是很合理的 所以不要跟我說什麼道德魔人正義魔人沒有 你就是這樣起家的你必須被魔法用魔法打敗 我們講個稍微有一點點相關但又不完全是這樣的一個案例 2016年中國明星路韓來台灣拍攝節目 我去上學啦 但他拿的是觀光簽證 他不是拿工作簽證 所以他從事了這個行為對不對 他從事了拍攝這個節目的行為 所以他被限制十天內要離開台灣 並且兩年內無法入台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你自己在影片裡面都拍片承認了 說我有錢不掙幹嘛 所以你也是承認 你把拍片別人捐贈給你這個行為 當作是賺錢的一種手段跟工具 但是你自己原話講出來 當然你有些影片現在下架 但大家都有截圖 最後有一個網友爆料說什麼 他前幾年在B站上跟其他的平台上 有其他的號碼 都是在罵台灣的 大批判台灣 就是個小粉紅 像這個網友就爆料 他這樣在突而起的時候 就在罵台灣 就是怎麼過幾年之後來台灣 就這樣台灣好棒 陳老師也有發文說什麼 還有人說他早期有另外一個頻道叫做離譜 和現在頻道的內容相差甚多 許多矛盾 所以直接關閉了 今天又改了頻道名字 如果在第三方平台和媒體報導之下 就會倒向他的頻道頁面 譬如說Google修詢之類的 現在都找不到不存在了 因為數據已經分開時間太久了 所以他把頻道都改掉 把頻道一些東西都弄掉 是不是就跟前幾個月的那個電王AK做的一樣嗎 只是電王AK他比較技術這方面的這個能力啊 他用了一些技術把台灣的IP全部都封鎖 都給限制了 對吧 但是大家回去他YouTube現在看 他又把台灣人的IP給解了 其實我昨天看到很多網友都說 喔 我以後不相信大陸人啊 我以後不相信中國人啊 中國人就是那個樣子 中共國的社會風氣 大致上是這樣 但我們也是不要一竿子打翻所有人 很多來台灣的陸配 或甚至取得台灣籍的這些陸配 他們都很努力的在台灣生活 我們雖然知道中共國的氛圍是這樣 但我們還是盡量以個案去看 因為畢竟每個人是不一樣的個體 大家多留意大家多去觀察 不要張口就來 你們這些陸配都是那個鳥樣 不要這樣 當然也有很多小粉紅陸配 也有一些 真的喜歡台灣的陸配 希望大家可以 界定真的不要一刀切啊 跟中共那樣全部都一刀切 懶正 好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就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八角蝦 再見 掰